3點50分 3點50分開船 請大家一定要記得這個時間 3點50分 一定要回到碼頭邊 35萬分這是最規範的指導 坐不到後禮拜 這個禮拜再回去了 然後大家如果準備他們都已經出發了 往這邊走 因為天氣有一點噴熱 沿途爬山都爬山的時候 請記得隨時普通診斷 然後邊走進來邊休息 然後要拍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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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固定的傳統 對啦 大家一直排一下 做小小的大衛 中文是整個中文叫做區域 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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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機動裏上面的觀光 這是不只共參考而已 上面有幾張 排的不是什麼樣的造型 好 進去也可以站一下 我這樣看起來蠻漂亮的 今天是空的 這是把牌子紀念說 他是島上第一人 只是純紀念性 第一人是第一個過往的 有資料記載的 那裡面是空的 就是純粹一個紀念 他們回過頭來看一下對面 我們住在台灣 看有沒有看過台灣 對面那就是台灣 你們看 對面就是台灣 但我們站對面 最靠近海的地方 可以看到有一座山 走圓圓的 那裡是基隆山 基隆山不在基隆 在現在新北市 在做一方鎮 這個基隆山的後面 出產這個金子 叫做金瓜石 右手邊 山凹裡面有很多房子 那邊是九分 那是黃的地方 九分 我們沒有爬那個 我們那時候爬過 在左邊 我們看到台灣最左邊的地方 這個角落 那裡是鼻頭角 那個是鼻頭角 過著鼻頭角 就可以看到這個山雕橋 還富貴角 然後再往右邊 看到海邊有沒有板子 那裡是基隆 北部地區很有名的 那個八斗子漁港 八斗子漁港 就在那邊 再往右邊一點 看到這顆大石頭 把它照下來 回家在電腦上面 把它弄成黑白的 上面再給它放個良品 旁邊擺個歪脖子的松樹 那個張大謙畫國畫 我也是差不多這樣而已 這兩台車 車有名 為什麼要看房間 你知道嗎 法拉利的 順量版的 你們在台灣 好像是汽車雜 或是世界上汽車雜誌 真的看不到 這限量版 這前面這邊有可能是 那上去這島上的那個 五星級的這個本授 化妝師 就來這個地方 還有7G的標示 對 對 那邊有電腦 還有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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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八號不是 配合海角P號 它是根據道路法 去申請的 我們這個一條路走進去 右邊是雙號 左邊是單號 它照理講 唯一一桶應該是二號才對 但是它要預留 因為前面有那個五星級本授 它有一個無聲量量金 然後 封於有號碼給它們 所以它才取到八號 這樣 啊這個無聲部 哪有收不到 這油差有車車有幾千 有幾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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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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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一下 我們 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北部地區 比較有名的風景點 好 這邊的話 在一種探餐 在那裡 一些的地區 好 各位 來到這邊 除了要介紹地形以外 先介紹一個很特殊的景觀 給大家看 各位 從我手舉起來 這個方向 一直往基隆角度 就是很多吊車的地面 看過去 以這個為分界點 你看 右邊的海面 跟左邊的海面 是不是相當的不一樣 對 對 好 這個古早人在說 都不一樣用網管 不同 不同一個農網管 所以才會這樣 其實不是 好 各位 有聽過一個名字 叫做 蔡米洋黑潮吧 蔡米洋黑潮 它是一條軟流 它從菲律賓 經過台灣北上 一直到日本 到這個北極那邊去 它在 從菲律賓北上 經過台灣的時候 在鵝蘭比 碰到台灣 分成東西 兩條 這個支流 走到基隆的時候 在這邊匯合 就跟你一條河道 一條溪 中間給它放一個石頭 水是會會分開兩邊 通過石頭以後會匯合 這個水匯合 我們這個黑潮 就是往北走的一條海流 遇到台灣的時候 碰到鵝蘭比的時候分開 到了基隆 在這邊匯合 你看右邊 左邊的海是往右邊走 右邊的海往左邊走 人家勾造在中中 海水匯合 基本上就是 海浪的地方 就是 那時候我們船上 在 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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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最右手邊那邊 這富貴角比較不出名 多到石門、十八王宮 那比較出名 吃肉粽的地方 再往回看 它海面上有一座半島 靠近海的地方 都很黃黃的 它的造型蠻像鱷魚 蚊香那個Mark 一隻鱷魚趴在水面上 那個就是我們北部很有名的風景區 野柳 野柳甲就在那邊 再往左邊看 在左邊一定是野柳海洋公園 再往左邊呢 有棟紅色房子就是 相當有名的度假村 翡翠灣 再過來就萬里 再過來就外木山 在山根煙囪的地方 基隆的鞋和火力 所以我們只能看到一根而已 這當初設計師很聰明 他有顧慮到我們台灣人 有燒香拜拜 試是忌諱嘛 因為他很清楚的了解到說 台灣人高坑坑 他如果把它放四根的話 就比這小貓跌倒 小狗感冒一定說野孩 所以呢 但是重點是 第四根跑到哪邊去了 你看最右邊那一根 是不是有比較大塊一點 一包二根 兩根包在一起 因為像我們比較遠 看不到它上面的煙囪頭 到回去的時候 到這基隆港 你會看到它的最小貓 是在黑色的部分 黑色的部分 在這三根 這裡是外木山 魚村 在地圖上可能找不到 但是前兩年常常上電視 如果你有在看那個八點檔 不管是二十九台 第六台的連續劇 以前那個皇帝禮 跟女主角 叫壞都叫什麼叫 還是女主角我 像愛上司機 他要變好人 那人做我 變得漂亮 回龍變得漂亮 都叫什麼擲頭 為什麼會在那邊呢 不是那邊的海比較好跳 是因為那邊離攝影棚比較近 因為北二剛下來 直接就可以到那邊了 所以到大五路這邊下來 這一條的海岸線 常常有男女左腳來挑海 前兩年 正流行的時候 也是歐巴桑還去那邊等 再夭壽 今天怎麼沒來跳 那河濱島那個 河濱島在左邊 我們再往左邊 三根 應該通常往左邊 就是基隆港 基隆港的左邊 這個就是河濱島 這一座就是河濱島 它跟基隆沒有連在一起 那後面還有一條水道 把它隔開 在左邊一點有些房子的地方 就是我們這個海洋大學 國立海大 海洋大學的校舍 一整排都是 在左邊一點就是八斗子 剛才我們在那邊有介紹過 對啊 那要是 真的是 在那邊 在那邊 是 坐在那邊 那邊 好,來一下樓 剛剛走上來的時候都蠻人爬山 我還可以賣給旅行社這些都是他們潛在顧客 而且都經過篩選過 我還可以賣給旅行社 我剛才開始錄 你可以再講 我還可以賣給旅行社 海賊傳過來做資料 但是他們剛出帳的時候 老人家做這個海賊 他們的費用資料金錢五個 他們的資料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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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會自己賣給旅行社 我都會賣給旅行社 他就算過一場 那些給旅行社 你都會賣給旅行社 如果他都會賣給旅行社 這個地方的地方 他就去旅行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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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